好我们先回家上级课内容啊 上级课讲什么来着 上级课讲的是断带是吧 断带就是这块有一个亮面 然后折过去是个暗面 通过这这个东西来来判断这个断带的情况 当然断带可以有一些边框啊之类的东西 我们就是就是要产生这种二维平面当中的三维的感觉 就可以通过叠放次序啊 通过颜色深浅啊之类的 那这次讲什么呢 还是这么一个就是颜色的东西 让它更有立体感 就是亮面暗面啊 亮面暗面 它这块就是一个亮的 这块呢就是一个暗的 然后它就好像是更高大上一些 就更有立体感一些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做这么一个东西啊 圆角举行出来 选择一个合适的大小 然后呢 这个圆角的大小呢 要稍微的变化一点 这样一个大小 这个里边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里边是一个白颜色 白颜色 但是要黑边 黑边稍微大一点 也不是黑边了 应该是什么边呢 是一个灰边 是灰边 在 在这个颜色是黄色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感觉的东西 那然后呢 在里边再画一个矩形 矩形 这样一个东西 可能还要往下一页 按着空格键 还可以把它往下一页 这样一个东西 把它们两个 Ctrl A 一起怎么样 对齐 集中 对齐 然后呢 这个用移动工具 去空它 去空它 这个位置 稍微 shape的 简直 out键 一起 点中它 shape的键 像out键 一起 稍微大一点 好 对齐 集中 对齐 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要再多出一点点了 下面可能还要再多出一点点了 还这么一个感觉东西 基本上是这样哈 基本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里边是黑的 里边是黑的 黑的 上面呢 有一个 小圆点 小圆点 在中心这个位置 按住out加shift 小圆点 当然没这么大 没这么大 这个用V工具给它控一下 小一点 CtrlC CtrlV 这块再来一个小圆点 然后这块有一个圆角矩形的这么一个东西 同意启平线 out键 差不多这么一个东西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out加shift 这是居中的 对吧 只能参考线让它居中起来 out加shift 好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里边呢是黑的 里边是黑的 好 这个边框呢 就可能就小一点 一个像 这个呢 这个呢 也一个像 一个棒 这个更小 这个更小一点 这个就0.5像素 0.5棒 然后这块可能 有的时候还需要这么一个白点点 这个应该是一个 这样一个白点点 把它呢 这个颜色呢 就留着 这个颜色变成白的 看有没有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好 在底下呢 这 这两个 这两个还是得对齐一下 好像没对齐的 居中对齐一下 好 这个 这两个也得对齐 这个怎么对齐呢 对齐到这条路径 你看这底下是这方形的路径 对吧 这个也是 对到这儿了 然后 这个东西也得 半影半透的 那么的感觉 甚至没有没有这个东西 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 这个东西 竖在正中间的位置 把它的这个 外面的这个东西变成 不透明度控一下 变成70% 好 这个 加这个 加这个 可不可以自己打个组先 他俩一起打个组 是吧 那个呢 这个东西 搁到这个组里 然后 这个对齐 是不是对齐了 这个东西的位置 我要对的是谁 对的是他 对吧 好 对了 这个东西呢 这个组 选中他 好 不是插队 是他对 差不多这个中心 中心对中心的感觉 对吧 这个可能还得往下一点 shave键 shave键 往下一点 这个呢 再往 再往左一点点 插到这边 好 这个是一个基础框架 对吧 基础框架 当然这边还可以有一些白杠杆啊 什么的 这底下肯定还得有一个大圆圈 对吧 肯定得有一个大圆圈 在这个位置 画一个大圆圈 大圆圈 什么颜色呢 这里边是白的 还是白的 这个线呢 变成2.5 差不多 好 这就出现一个手机 对不对 手机 有了手机之后 怎么办呢 然后可以放大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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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大 在这 Ctrl加 Ctrl加 放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个东西啊 可以把它 拿出来 Ctrl V 粘贴过来 然后呢 把它变成白的 边呢 也变成白的 但这个边很细很细 0.3也就 把它按住了 挪到这个位置来 当然它的位置还要再小一点 一个点出来了 一个点出来了 按住了 Shift 加out 就是什么 两个点 Ctrl加 D 三个四个五个点 这两个怎么样呢 这两个把它变成没有填充颜色 是吧 这块写四个字 中国移动 这上去之后怎么办呢 上面再画点什么 画点什么呢 画这么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呢 保障的从中心点画 那就得是这么画 中心点 这个方块好像有点歪 往这边 往这边挪 挪一点点 然后 往上挪 往上挪 这样是一个方块 对吧 什么颜色呢 让它是 这个颜色 但是呢 又没那么深 把亮度加下去 但是它又没那么浅 很正的红 差不多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能感觉到这是个啥吗 这是个啥 然后 给它再加一个红颜色 在这 它再加一个红颜色 在这 在这 好 A工具呢 把这个点加号 在这加一个点 加号 在这 加一个点 A工具 给它拉下来 一点 是一个加C 拉开 什么颜色 深红色 好 然后把它挪到上面来 叫什么呢 叫 剪切蒙板 来 剪切蒙板 好 剪了 剪了之后 把这上面还是要调成颜色 还是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不太好 调成 这边呢 正一点 前一点 亮点 再红一点 再亮 这么一个 好 这一块还得还得再再再减 再亮 我觉得 再白一些 再白一些 再亮一些 这样一个颜色 对吧 这样一个颜色 然后这里边这个呢 shift c之后 它其实 不够 要让它更shift c 让它更shift c 然后把这个A工具啊 这个东西调到这儿来 然后能感觉到这个 这个感觉 是吧 好 上面写了什么呢 上面写一个 圆圈 画圆圈 什么颜色 黄颜色 黄颜色呢 但是它没有这么黄 这个黄呢 再亮一点 比这个黄再亮一点 再插我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哎 这么一个 颜色 好 Ctrl C Ctrl C 我们加V 哎 这个时候 用V工具把它再收 收一圈 收一圈 这个收一圈之后 这个边框应该有一个 类似于黑色 但是 呃 并没有这么黑 是吧 并没有这么黑 这是 红色呢 也没这么红 把它 其实就是它这个本体的这个颜色 黄色加上一点点深 然后 再 降低一些 降低一些 哎呀 0.1 哎 再把它不透明度 调成0.30% 四有四无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四有四无的 这个东西和 当然全都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就做一些阴面阳面之类的东西了 比如说Ctrl加 G 把它们全选 打一个组 Ctrl A 全选 Ctrl G 打一个组 打一个组之后怎么办呢 就可以做一些所谓一面两面的东西 比如说怎么做呢 比如说这么做 就是这样做一个 刷一下 这不是就可以 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面 这个是一个亮面 怎么亮呢 这个就是 我们就可以让它是白颜色的 白颜色的 然后让它的色彩模式呢 是 绿色 当然这白颜色就完全看不见了 是吧 要低一点 是不是有的手机就就就就这种效果 来 有一层 哎 你看这个是不是 有一层 对吧 如果说我们再把它放到一个一个有趣的东西里边 比如这个东西 它Ctrl X出来 然后这个组里边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呢 最大东西是这个东西 最大的东西是这个 这个框框 对吧 这个框框本身 这个框框可以把它 把它设置成这样 然后 把它呢 Ctrl C出来 到这来 Ctrl V粘贴 那这不是不是不是这样 粘贴 这框框本身 Ctrl C出来 E&C 到这 Ctrl V粘贴 这框框是有的 对吧 Ctrl C加V 粘贴 粘贴完了之后 设置它是什么 剪切蒙版 为 剪切蒙版 建立个剪切蒙版 这是不是就进去了 这进去了 这要是不是 所有都在这里边 对不对 那那我在这再切什么东西 是不是也都是在切里边了 对吧 不过影响外 比如说我在这切一个什么呀 切这么一个 我不是这个 这个白光 什么光呢 黄光 这样 哪去了 这个东西吧 什么颜色 红光 或者黄光 这样黄光 黄光黄一道 黄一道之后呢 把它的色彩模式变成绿色 或者什么 其实主要的是不透明度 是吧 主要是不透明度 能不能感觉到 它这一圈的白光就上下了 上去之后呢 它还是在 这个里边的东西 能感觉到吧 它这个不会影响到外面 能不能感觉到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就可以调它的位置了 对吧 调它的 甚至调它 Shift C Shift加C 是不是Shift加C 是有点弧度的感觉 好 那么如果再加一些效果呢 那就是在 它的在外边再加 比如说 在外边再加一个 圆形的东西 圆角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给它ESA退出 这个搁在 搁在外面 这个里边 然后这个搁上去 这个搁上去 这背景也太黄了 这黄的有点 把它变成一个 这个这个色吧 然后把它 然后把它 保和度 调下去 保和度 调下去 灰不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能感觉到哈 这么这么一个东西 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这个 这个本身 它是 那道光 这 这是那道光 这个本身 它有一个白颜色 对吧 我们得选中它 现在是 一切的 剪切蒙版的东西 它得有一个白颜色 这样 是吧 这样的东西 然后在这 再投 再投 再投的话 就是 举行工具 画出来 再 哎呀 再拧一拧呗 拧一拧 这样 就是在这个位置 拧到位了 A工具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再拧到位了 这不是有这么个光的方向吗 这差不多也跟它 平齐着这么一个方向 哎 既然它是平齐呢 这块也得垂直 是不是 这块也得垂直 垂直 这什么颜色呢 这是 黑颜色 虽说是黑颜色 但是 它 Ctrl X出来啊 到这个里边来 Ctrl V Ctrl Z Ctrl Shift加V 粘过来之后 再调它的 不透明度 给这儿加一层黑 是不是 就 哎 并且呢 还得设置 怎么设置呢 Ctrl S出来 在这里边 内部粘贴 Ctrl Shift加V 是不是自动减性蒙板进去 是吧 还能感觉 能感觉出这个意思吧 调黑白 怎么调 就这么调 调它的 不透明度 调到23 这样 调这个角度 位置怎么调 进去之后 A工具具体的去调 好 如果我们再画手指头的话呢 就是在新建一个图层 新建 图层 这样画出一个手指头 然后拧一拧 这是一个手指头 然后 Ctrl C Ctrl V 这就是两个手指头 两个手指头 这个手指头 基本上是 一样的 对吧 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 就是 可能会有一个 越来越大的感觉 这就是 就是这样 那么啊 这个Ctrl Z 回来 这个位置 这个要小一点 这个就这样 就好 奥特剑 这个 就这样 但是它往这边拧一拧 大一点 然后呢 这边再Ctrl 加V 再弄出一个手指 它是更大 然后它可以搁到这块 甚至它可以搁到这个位置 哎 搁到这个位置 搁在这个位置 啊 搁在这个位置 哎 好 然后呢 这边就是手 手呢 就是还是横着的 这么一个感觉 还是有点斜 斜 这个呢 把它挪到这个位置 它 它应该是 Ctrl X 再新建个图层 这手的底下的 这个东西 应该是 手底的这个东西 Ctrl加V 这样的感觉 感觉是这样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它拧一拧 好 然后这个手上面呢 可能还有一个 就是大手指 大手指又得跑到上面去 Ctrl加V 这个时候把它 在里面 都是用很整的东西来做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很窄的东西 很窄的东西 在这儿 给它压了一个边儿似的感觉 也是那个压了一个边儿的感觉 压了一个边儿的感觉 这个手掌 是这样 往上一边 好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它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最后调整的这个状态 这就是整个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是整个的剪切蒙版的最外面的大圆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道黄光 黄光可以调整它的这个亮度程度 亮亮暗程度 这个下边是什么呢 这个下边黄光之后是这四个手指头 这四个手指头是在黄光这边的 对吧 然后这这一下就盖住了一些东西 紫色的光 紫色的光呢 也可以调一下它的这种程度 然后再往下是这个 这个在紫光里边 紫光里边 注意这个它调调了这个这个手机的这个边缘 然后这是紫光里边的手指头 这是手机 这是手腕 这一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